欢迎来到TGN Star News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王一波作品年头播到年尾 这才是演员真正意义上的罢评 去年底县委大院官宣九台联播 让人不得不佩服后台的硬实力 今年开年狂飙播出后西干大盘 给观众展现出另一种意义的罢评 这两部剧都是一个作品霸占一段时期的银评 而王一波将用四部作品霸评今年整个关键档期 由梁朝伟、王一波、周迅等主演 成耳指导的历史悬疑剧《无名》在今年春节档上映 影片通过倒序加插序的叙事方法讲述整部剧情 一群爱国之士折服在敌方 身处险境、险象还生 在混乱动荡的时代 有人因软弱选择叛变 有人隐忍 也有人选择战斗 王一波饰演的叶密隐忍坚强 内心强大而又柔弱 他是递近视情感流露 人物形象丰富而立体 王一波也完全诠释出了这个角色的复杂感情设定 该部电影也是2023年斗瓣 最值得期待的影视第二名 同时连续两年入榜 但播出当天斗瓣打分平台就涌入大量水军 恶意打低分 影片评价两集分化太过严重 平台都把打分区关了 之后再次开启并给出了提醒 当前观众意见分歧较大 随机展示部分短评 请谨慎参考 不过好在潮水退去后 观众发现该片是一部值得观看的影片 截止到发稿日期票发已经突破9亿大关 而且在香港和海外口碑和票房均不错 吴明播出可能颇为曲折 但王一波的演技还是被观众看到了 接下来三部影片在上映时 也有了好的导向 由王一博、胡军、周冬宇等主演的《长空之王》 已经确定定档五一 讲述的是雷与王一博是经过重重选拔 终于成为我国新一代试飞员 而成为试飞员只是一个开始 他还将要面对不可预知的困难 怎么化解危机 不仅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 还需要绝对的勇气和胆量 这次王一博搭档的同样都是实力派演员胡军 还有三金影后周冬宇 这配置太值得期待了 在今年的暑假当王一博 还有一部与影帝黄博 共同主演的喜剧片《热烈》也将上映 这部电影属于王一博专业对口了 是一部关于舞团的影片 黄博饰演街舞老炮丁磊 王一博饰演卖艺少年陈硕 陈硕是被丁磊呼优趣舞团的 本以为可以上台演出 可丁磊却另有目的 于是两人之间发生了一系列 让人啼笑皆非的事 到目前为止 还没看过王一博饰演喜剧角色 搭档黄博两人会碰出怎样的火花泥 而就在3月10日 王一博又传出喜讯 万达执行总裁在一档节目中表示 今年会推出新的影片 其中就包括维和防暴队 维和防暴队是由黄景瑜 王一博 钟楚希等主演 影片讲述的是中国维和景 擦在海外执行人任务的故事 该影片2021拍摄的了 现等了两年时间终于要上映了 不过 该总裁之说今年推出 并没明说具体时间 五一和暑假王一博都有电影上映 维和防暴队要不国庆节上吧 今年中秋和国庆刚好撞一起了 或圣诞节也行 感谢您观看视频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以支持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